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是为了我一件恐惧的事情 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 你是不是见到昊然了 没成相似的眼泪 你怎么知道 我等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我就是你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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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姐出歌以后 你们就没有再见过面 也没说过话 我知道 你们有一天不再惦念着她 但是今天 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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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管说了什么 我都要知道 丙铺开张的事 我是非作不可 就算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改变 大街诚恳经营 公平竞争 竞争就是各凭本事 你的本事 就是突然切顿 高家丙铺的货源 让他们措手不及 你的算是 为多好人打破不平吗 浩然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 没什么过节 我就是不想让他 天天看见你 明月 明月 我到底要怎么对你 你才可以好好地看着我 放开 我抓住的东西 就绝不放开 我不管大哥学了你什么 没用 我不答应 都不单位 我对你的心意 你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明月 你已经讲到罗家来了 你不可能再回到高家街 不可能再回去了 你懂吗 我懂 但是你懂吗 我是罗仁豪的妻子 是你的大嫂 我们之间没有 淑嫂之外的任何心意 你懂吗 我就不相信 我做不出这玩儿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学的 无聊 大小姐 你可别小看这玩儿 现在这玩儿涨价了 一块大洋一盒儿呢 罗家都看了眼红 听说这个罗家开店呀 就是为了这个 不过也有人说 是为了三小姐开的 这本营啊 都应该属于大小姐的 你这人呢 好 来了 来了 哎 想吃什么 呦 今儿心情不好啊 谁惹你生气了啊 干嘛 你回家 大小姐 哎呀 你的丑你啊 你干什么 丑你啊 大小姐 你别这样 我告诉你 我不干了 雨真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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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费心了啊 好 谢谢 雨真 这几块衣服料子喜欢吗 今天吃鸡鱼吧 我去给你买 顺便带只鸡回来 我给你熬汤 好 哎 等等 外面天气有点凉 你穿的太单薄了 我给你拿外套去 不用了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没事的 早去早回 林太太 你们夫妻可真是很爱 我还没见过 这么疼媳妇的男人 她亲自为您上市场 这些事情 你们为什么就要下人做呢 上一个回乡下去了 我们正在找嘛 你要是有何事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 我可以帮您留意的 太太太太太 什么事 门口有个丫头是来建工的 让她进来让您瞧瞧 叫她进来吧 好嘞 太太就是这个丫头 这是我们家太太 门口 门口 明秀 我跑什么 躲着 这些人拿进我家的好处 还在这吃香喝辣的 凭什么我要受这种窝囊气 明秀 她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 这高债的大小姐 也有精体 别拦着我 让我进去 别拦着我 来呀 让你来吧 我现在在找工作 没有地方住 我要在你这住几天 不行 不行 你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姨娘 坐口 你不要乱说话 是啊 乱说话不太好的 那你说说看呢 我该怎么称呼你呀 好好好 那你打算住几天啊 玉珍 都放到到房了 那鱼特别新鲜 大师傅 不好意思啊 那打扰你了 别放下 继续看 至少把这一张看完了再说 还是有一些发热 明天 我去给叶大夫写封信 也许你现在服的药 该改改药方了 我的情况只会比现在糟糕 不可能再好的 人好 这是我好看吧 这些外国人写的事 我得看好几遍才能懂 那就多看几遍吧 你是我见过 最喜欢读书的女人 这样好 喜欢读书是好事情 以后 你可以拿书里面的知识 出去看世界 这个世界很大的 你不会一辈子困在这里的 所以不要在意 眼前的这些为难 没有人为难我 如果你说慢一点 我就会相信的 真的 我真的很想陪你 去看遍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认识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成亲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 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请进 大哥 刚刚在外面就听了 你们说话来着 明月啊 这是灵丹妙药 有你手上大哥 大哥什么病都会好的 大哥你看看 这是礼单 看有什么礼数不够的 还需要加的 挺好的 你看看 怎么着明月 看你这表情 好像不满意啊 高夫人寿臣 丈母娘的生日 大哥可是在心上的巴结啊 我想就带个带子去置办吧 我陪你去 不行 你不能再受风寒了 不能出门 我也不去 我们的心意和理道的就行了 大娘不会建议的 明月 这个不行啊 明天姨父有要事在身 不能去 人好也不方便 要是你再不去 就算高夫人不计较 高家长辈和德志少爷会怎么想啊 嗯 那就让任姐妹陪你去 不用了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 我陪你走一趟 也好 明智啊 辛苦你了 不用了 那你们聊吧 我还要去准备这些礼品呢 啊 先走了 我看 我还是 你要去的 明月 明秀不在了 你爹又走了 别让大娘觉得孤单啊 嗯 都放好吧 放好了 嗯 来 明月 苗小姐 哎呀 苗小姐 老爷在庄子口谈的事儿 好像有点纠纷 啊 说不清楚 非得要看契约 老爷说 让你赶紧把契约给他送过去 这 可是我 明姐 这是正事儿 你快去吧 明月 真是对不住了 这租月的事儿啊 还真是只有我才知道 刚才这心里已经迷去了 好在里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安心去 不用着急回来 明月 听说 我和高夫人 心里还有些疙瘩 别因为这事儿 再闹生分 嫁得再好 有娘家撑的 总归是好事儿 我呀 这梦里头哭着 都希望有娘家呢 你再好好珍惜啊 嗯 去吧 一会儿 让司机把车开走 晚上再去接他 是 嗯 这件事情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啊 知道了 叫夏天 这是大少爷的药吗 是 会煎吗 大少爷你都交代清楚了 行 你看看你对什么讲的 你去吧 去看个大少爷醒了没有 不是也吗 祝姑妈 不容东海 寿遇南山 请回吧 祝姑娘们福如都能他 寿遇南山 娘娘 祝您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夫 夫人 行了 喝起来 三少爷回来了 大少爷 祝大娘 福寿绵延 青春不老 老了不老了 行了行了 请起来吧 日子到了就行了 你是嫁出去的姑奶奶 不必得知他们 见过礼就行了 大娘 然后有些不舒服 就没跟着一块来 没关系 她现在好吗 还好 公公和仁杰他们 也要我代为敬意 他们 我从来不过生日 没这个往来 惊动他们反而不好 这不得志浩然 非要闹着热闹一下 自家人聚聚就行了 明月 你上回提到的那个 西洋蛋糕还有饼干的做法 他们没一个人能做出来 连浩然都失败了 你看 不服气的样 他们认定是你耍弄他们 正好你回来了 你做给他们看看 跟我上厂房去 走 慢着 明月现在不合适 再进高家的厂房 大娘 以后也不合适 大师傅 考虑得怎么样 厂房设备 人员物量 万事具备 就等你点头了 二少爷 承蒙你抬一句 我这四千想后 觉得眼下还是无暇 估计这些事情 请你见谅了 到底还是高夫人了解你 大师傅说的这几句话 几乎跟高夫人说的一字不差 哪个高夫人 正义 高家现在只有一位夫人 你说还没有谁 这关大姐什么事 正义 你别读心 明月这次回娘子 我顺便跟高夫人提到了这事 她当时就给我沾了一网 说大师傅肯定会这么回我的 因为 你为什么 人杰 你这实话实说嘛 高伯母说 大师傅不会答应我是因为 怕输给多昊然 正义 高伯母说的也是玩笑话 随便说说 你别当真啊 阿贵 按照家法处理 挑了她的手机 再松关放饭 开什么玩笑 大海会太昊然 他是他的师傅 他那点本事不都是大海交的 这杜文青 说什么的屁话 大师傅 对不住 罗少爷 我答应你 好 坐就坐 我们本来是担心得志 又不是看他们动静 行啊 让我这个高大小姐 帮你们撑腰 高伯母 就坐在这儿 就坐在这儿 怎么了 罗人姐 你不认识我了吗 认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那你说说看 我应该在哪儿啊 我是不是应该要在腾庆班 帮那个刘建强套戏服啊 丁口记 好像刘建强错了你了 不 他没有付我 是我自己傻 你们刚才商量的事情 我很有兴趣 算我一份 好啊 怎么个算法 大师傅的手艺再好 也比不上我高明秀三个字啊 我可是高家的嫡初啊 我是个活招牌 好 啊 明秀小姐 认识了你这么久 从来不知道 你原来是这么的名次 大师傅 有了您的这门手艺 再加上 高大小姐这块活招牌 我们的和尾堂 可以马上开张了 多人姐 高家是哪个人得罪了你 你必须这样对付他 我喜欢你们家的大宅子 只要弄到他们卖宅子 我的趣味就算大头了 只是这样 对我 这就够了 但是对你们 大师傅 你被高家给毁了 真一 你被高家给赶出门了 还有你 高大小姐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啊 高家都欠你们的 我要你们各个扬眉吐气的跨进高家大门 这种感觉不是挺好的吗 大师傅 大师傅 那就这么说定了 太好了 这是给您的定名 您收下 大小姐 大小姐 您的条件也好好想想 我不会让你吃亏了 错了 你刚才说不会再让我吃亏了 大师大师大师 那我就回去准备一下 恭迎各位的大宅光临 对了 你的饼库要开在哪儿了 不让我告诉你们了 和美堂就开在凤临镇长街口 再走几步就可以往里高家饼库 大小姐几时想回家了 三三步就可以回去 这主意不错 大师傅 姨娘 我们三个就领罗二少爷的琴 回凤临镇看看 这下 这出戏可好看了 好 我们就等着一起看好戏吧 大海 刚才人家一战的糊弄 我这脑子就没转过来 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帮她 我们三个可都是被她算计过的 姨娘 她算计我们 我们也可以算计她呀 不管她要什么 等到她全部拿过来之后 我们再通通的抢过来 只要是 她们再根据她 明月一走 大哥一直在发伤 嘴里还叫着明月的名字 明月去哪了 高家 哎 人姐 今天高夫人做寿 做女儿的应该回去的 一会儿 我怕人早点把他叫回来就是了 我去看那个 人姐 你 有件事情我想让你们知道 什么事 您跟我来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丫头说 这药服用多少 怎么兼责 都是明月说了算 我也不知道明月为什么要 故意拿掉这味药 最近 明豪的病情特别不稳定 不知道 和这有没有关系 姨父 是不是我太多嘴巴 不 接着说 我听人豪说过 说他不会让明月守寡 如果他真的不行了 就让明月 回高家去 明月 也许 也许明月不是这么想 他想更早一点回去 哥 哥 哥 你回来了 不用起来 看个刷就行 我坐在旁边 嗨 大夫一会儿就来 我又没事 这么大惊小怪的 明月说你进城去了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明月知道你不舒服吗 我没有不舒服啊 他还回去干什么 现在照顾你比什么都重要 要怎么跟他说他才能懂 他是存心的故意的 越是不让他婚姻 他越扭着来 他现在已经是罗家媳妇 他 是罗家媳妇 你不许明月 不许明月 还不许明月 其实只要他跟安生的呆在楼家 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的 这不是挺好吗 是 本来是挺好的 但自从上次杜华人告诉他 高德志的事我 得志的事 哥 上回 我只告诉了你 前面的人发动的事 后来我又找了人帮走了他 拿了司机去 什么 哥 明远当时也是你这个表情 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没给我笑着 见得我见下都这么收拾你 我真的没用了 用什么方式他我能跟着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那么对德志 说 东西 快点有钱啊 主要是一天天的户子 还有南洋的户手人出了事 你说这钱 是借他们高脚的 现在唯一能够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的 是高德志他自己 他自己情愿进这个赌场的 这样也好 给他个教训 但是这钱你还得想法子还给他们高家 但是这个事情越往相边越乱 尤其是最近 你说 哥 你不能生气 你不能动气的 你 我不是生气 我是 我是伤心的 不是这样 本来不是这样 都是独猴来 都是他 明月虽然嫁进了罗家 但是心始终留在了高家 留在了杜好然身上 说是给高德志些信 其实是借着高德志的手 装给杜好然 这个高德志 居住撮合 就算是我 我对他们有天大的亏欠 现在也都给抹了 我受不了他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敏之早就打听清楚了 哥 快没有耐心了 我让他找你 你可会 小姐 小姐 罗家的车不在门口啊 明月 你是不是记错了 怎么会呢 一定就在附近 你再去找找看 实在不行 就跟阿贵说 让他派人 把明月送回去也行 趁现在 我跟明月说会话也好 行 我再去看看 明月 罗家开设饼铺 是不是你的主意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你促成的 大娘 我 这件事情来得很奇怪 我也这都想不到 任杰这孩子 一向都是瘟瘟瘟瘟 圆瘟 周倒 他有什么阴油 要回高家打雷团 再说他们罗家 是货币云上 罗家懂什么饼铺买卖 上次你回来人多 我就没有问你 你说罗家的打算你都知道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通个信啊 你和德志 你只没有断过联络 可是你应该有这个机会 只能说你不想这么做 对吧 我是这样 但你 你一直怨我 对吧 你非这样问你己恨 你真的没 所使罗家开个笔铺 就能让我寝室不安 让高家挺不起腰杆 是吗 是啊 你是受了委屈 因为明秀 可是人好对你的好 是真好 你为什么非得这么怨着恨着 大娘 在你心里 我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因为 你不是高家养大的孩子 你是刘育云的孩子 我娘跟我说过 我与高家血脉相恋 要求过我 与高家 羞弃与共 荣辱与共 明月 你看你招什么起 罗家的车子都还没来呢 要不然你吃完晚饭再走吧 不 我得回去 孙小姐 车已经备好了 谢谢你 快说 去忙吧 明月 大娘 跟你说什么了 你的脸好多了 小香 二哥的药不能断 一定要坚持服用 小姐 你 你 瘦了好多 昊然也一样 日子 不会永远这样 明月 二哥 跟你保证 以后一定让你过成舒心的日子 你相信二哥 二哥 保重 小香 要照顾好二哥 一定要照顾好 知道吗 明月 小순 生意 少爺 少爺 小姐好像打算 再也不回來了 爹 不用說理由 你把車子撕開 就是全心不想找回來 這裡心遠 你想瞞過誰啊 從今起 不許跨出大門一步 而且以後 仁豪湯藥你就不用管了 全部交給米氏處理 你只要好好照顧仁豪就行了 我可是把話先說了前頭 要是以後 仁豪因為你 而產生任何的不適 我是絕不會原諒你 開頭 你們先下去吧 明月 你知道仁豪是姨父的心頭肉 他不舒服 姨父肯定又急又氣又心疼 所以才會拿你出氣 你別往心裡去 明月 這事兒別跟仁豪提 你知道他會心疼你 我不想因為這個 弄得他們父子倆不開心 我明白 我沒有提醒你 我讓你給他 我沒見 他 有 叶湖说过了 他还发烧呢 我是一个病人 有一件事很正常的 不要介意这个 抄袭你了吧 你不介意我 刚才 我看见你坐在那里 大瞌睡 让我想起了我们两个 沉浸那天晚上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像青天这样 那么的渴望我自己 是一个强奸的人 如果过是那样的话 我想我可以照顾你 可以保护你 可以 大娘她好吗 她喜欢那些理由我吗 她喜欢 你那个可爱的二哥 可想怎么样了 他们有没有想念我 大娘 大哥 听说你找我 有什么事吗 以后我的药还是让明月见吧 这个是姨父吩咐的 当然我知道明月比我更合适 她更懂行 连大夫都说她已经是半个大夫了 但是前两天我们发现少了几味药 就因为这样姨父才认为是她 够了 其实是你 有意引导我爹这么想的 连浩你在说什么呀 大哥 来来坐下 你 你为什么不让明月和明月好好地相处啊 你跟明月有什么过节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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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